想了解世界就关注局势很简单 伊朗总统鲁哈尼至少有一个礼拜没好好睡觉了 因为过去的一周全国各地都很不安宁 那种不安宁是由人群浓烟和暴力组成的 据说已经闹出了一百多条人命了 在最新的讲话里边 鲁哈尼说这一切不安宁都是美国和敌对势力想加害我们 好在伊朗人民已经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如果说鲁哈尼是伊朗的大管家 那么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就是伊朗的大家长 这位大家长的最新讲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除了把国内的动荡甩锅给美国和敌对分子之外 他还提到了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争 说指望美国人发慈悲是不可能的 我们得靠自己化解制裁 也要靠自己转型经济降低对石油的依赖 为了处理这种热火朝天的不安宁 上个礼拜天伊朗政府关闭了互联网 自从网络被掐断之后 这几天关于伊朗人民上街散布的消息 确实少了很多 能看到的几乎都来自伊朗的官方媒体 至少我们这是这样的 那伊朗方面说局面已经被控制了 而且鲁哈尼和哈梅内伊两位大佬 也发表了口号式的讲话 以甩锅的方式安抚群众的情绪 在这种特殊的时刻 口号式的讲话其实很管用 街上聚集的人群并没有耐心听长篇大论 他们一直处在激动和亢奋的状态 就喜欢喊口号 也喜欢听口号 两位大佬言简意该的说 美国和敌对分子在作乱 并喊上几句 打倒美帝国主义 效果会立竿见影 伊朗人散布烧车是美国在捣鬼 经济不好也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这到底有没有冤枉人家呢 仔细想一想冤枉是有点 但是呢也不是很严重 2018年的5月份 特朗普撕毁了伊朗核协议 然后以美国强大的实力 禁止所有人跟伊朗做生意 把伊朗困了一年多 卖不出油 伊朗政府账面上的外汇就越来越少了 那伊朗的货币 里亚尔就越来越贬值 商品短缺和物价上涨的局面 也一天天的加重 有些东西伊朗必须得花钱从外边买 因为自己搞不定 比如说汽油 作为全球著名的产油大户 进口汽油 这个确实有点让人意外 但是呢 这也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 伊朗的炼油能力并不强 这产量不高 油品质量也不好 根本满足不了自己人的旺盛需求 每年大概有接近四成的燃油 是需要进口的 虽然这汽油来之不易 但是伊朗的油价过去却非常的低 折算成人民币 也就五六盲一升 这个远远低于成本价 亏损的部分油政府掏钱 作为一个产油大国 让自家国民用上便宜的 让别人嫉妒的汽油 这是产油国特有的社会福利 是石油属于全体国民的直接表现 也能体现最高领袖对人民的关怀 油实在是太便宜了 以至于伊朗人几乎家家有车 当然了 以伊朗的经济条件 多数人开的也不是什么好车 以中低端为主 混合着大量的报废车和二手车 这些车普遍耗油严重 不过这话说回来 油价比白菜还便宜 所以就任性的烧吧 上个礼拜五 伊朗政府让油价涨了一半 虽然在我们看来依然便宜的令人发指 但是普通的伊朗人的负担可就增加了不少 因为他们每天的用油量很高 伊朗的低油价也催生出了一些走私集团 他们疏通各种关系 把国内的油弄到邻国伊拉克 或者说巴基斯坦转手以外 就有十倍的利润可以分 伊朗政府为了这项令外人羡慕的福利 每年补贴一百多亿美元 但是却没有大力宣传节约用油的精神 也没有抓好汽车报废和节能标准的制定 结果是一个产油大国却因为烧油问题 让自己不堪重负 油价涨了几毛钱 这交通运输费就涨了 那么所有靠车辆运输的日用品也得涨价 原本物价就因为经济形势一直在涨 现在政府又人为的制造了一波上涨行情 伊朗人就有意见了 有钱给胡萨武装买子弹 就没钱给我们补贴汽油吗 越想越气 于是大家一起上街骂鲁哈尼虚伪 骂养尊处优的宗教阶层是白眼狼 在前两天情况最严重的时候 伊朗全国有一半三十多个城市都在闹 局势确实很危险 鲁哈尼说这一切是美国人的阴谋 多少有点冤枉美国人 但是美国人自己也不干净 因为就在伊朗人民如火如荼的上街散步的时候 美国的政客们纷纷在推特上向伊朗人发去贺电 说一些鼓励的话 类似今夜我和伊朗人同在之类的 焦头烂额的鲁哈尼当然不能让伊朗人看到这些东西了 也不能让他们彼此串通 所以要关闭网络 然后封锁各大街道 用无力来恢复城市的秩序 既然美国的政客们发表了那样的观点 那被鲁哈尼扣上敌对势力企图害人的帽子 也就不那么冤枉了 无论是白宫的官员还是各州的议员 他们也知道把伊朗搞乱的下场是凶多吉少啊 可是为什么总是喜欢以自由民主为幌子 做一点落井下石的事呢 其实他们也是迫不得已 自打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 伊朗和美国就一直处在断交状态 美国政府这40年来也不遗余力的 把伊朗说得很差劲 说他威胁美国安全 动不动就来点威胁和制裁 这样的努力没有白费 伊朗政府在普通美国人心中的形象是一点也不好 巴不得他早点倒闭 所以每当伊朗出现了抗议活动 美国民众自然而然就站在伊朗人那边 反对伊朗那个神权政府 既然民意是这样的 那么上到美国总统 下到各州的议员 尤其是总统候选人 就不得不第一时间说一点顺应民意的话 类似我与伊朗同在 或者今夜我是伊朗人之类的 说了不一定有好处 但是不说却可能有坏处 比如某一天被政治对手在镜头前来个灵魂拷问 那就很被动了 政客们虽然有任何说话的权利 但是却失去了保持沉默的权利 政治被民意给挟持了 但是普通的美国人却不一定是理性的 不要因为美国更发达和更先进 就以为普通美国人的认识比我们深刻 抱有这样想法的同学也是不理性的 伊朗99%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 这种堪比黄金纯度的比例就很难阻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 因为执政者没有胆量把宗教阶层扔在一边自己玩 所以政教分离在中东地区几乎不可能实现 就连最世俗的土耳其 政治宗教化的迹象也一天比一天明显 美国批评宗教阶层变成了伊朗的统治者 其实也需要回顾历史并且自我反思一下 在伊斯兰革命挂发之前 伊朗政府在巴列维王室手里 那时候巴列维王室和美国关系特别好 超过了现在的沙特和美国 那时候伊朗人的衣着打扮跟西方人几乎一个样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也是伊朗上层阶级的生活 自由化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 巴列维王朝和美国手拉手只顾着自己爽了 却不重视这些社会矛盾 就给了宗教阶层翻身的机会 当贫富分化很严重 并且穷人占多数的时候 社会整体的期待是通过一场革命推翻这一切 大家回到起跑线重新开始 这个是伊斯兰革命爆发的民意基础 而这个基础被霍梅尼和他的幕僚们 很好的掌握和利用了 那作为一个全民信教的国家 宗教阶层在适合的时候振臂一挥 那玩意儿谁也挡不住啊 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 宗教领袖盘腿坐在了权力的巅峰 他掌握着军队 任命国家核心机构的负责人 还让自己最信赖的人组成各种委员会 给国家机关指导工作 甚至筛选总统候选人 虽然伊朗有总统和各部门部长组成的行政机构 但是他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 真正的政策来自宗教领袖和他身边的那帮教士阶层 因为宗教阶层变成了实际统治者 所以将或人称伊朗为神棍国家 这是一个带有鄙视和贬义的说法 伊朗宗教阶层肩上的担子可不轻 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长期过上养尊处优的日子 他们要确保长久的存在 要振兴整个中东的实业派 有了这样的重任 宗教阶层注定做不了纯粹的剥削者 他们必须把伊朗打造成一个强国 这是他们一切星辰大海的后盾 统治阶层有了向好的冲动 并且政府还很有控制力 那么国家也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伊朗比中东其他国家强的地方 虽然哈梅内伊也打发人定制了各种宗教经济 但实际上抓的并不严 比如伊朗的妇女行动自由 社会对西方音乐和饮食也不排斥 对于外资进去办场 那更是举双手拍手欢迎 假如没有美国捣乱 伊朗或许真能成事 但是如果伊朗真的繁荣昌盛了 那伊朗模式说不定会在中东广受欢迎 最后中东的半壁江山围着伊朗转 出现一个以伊朗为核心的宗教联盟 那时候沙特就没有心情像现在这样跟美国合作了 以色列的处境也会比现在更加艰难 这是美国绝对不允许出现的结果 在这样的年份被美国人盯上 是伊朗最大的不幸 这种不幸让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都过得很艰难 除了伊朗自己以外 别人还真帮不上门 就连普京这种跟美国对着干了几十年的人 最多也就是确保伊朗不被入侵或者颠覆 就像他帮助叙利亚那样 但是呢 在经济层面他做不了什么 所有的危机还得靠哈梅内伊那会儿人解决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人没讲话 一会儿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危机公众号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